歡迎大家收看裝修縱服盟集班 歡迎大家收看裝修縱服盟集班 最近有護主問我機位是怎樣計算尺架的 不過不是飛機,而是洗衣機 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個廚櫃 同時也是一部洗衣機 只要打開了這個門板 你就會見到一個闊約兩尺半的洗衣機 有護主問,如果我不要這塊板 我不要這個組件,我連背板都不要 可不可以省下這個櫃地櫃的尺架 它只是一個洞,不是一個櫃 我們看看這個問題如何分析 首先,這個面板其實是廚櫃的一部份 它不是屬於台面石的 台面石公司來安裝的時候 它會期望你有一塊面板做好了 所以它是一個簡單結構的廚櫃 而一個廚櫃,必然有些地方會複雜些 有些地方會比較簡單 整個廚櫃的尺架就是多除小步 因為一個廚櫃是整體的 它由量尺,設計,去到安裝 它都是一個整體去做 如果這裡是收便宜一點的話 這裡又收貴一點 其實可能相對是沒有分別 而如果每一尺都要根據它的複雜程度 去計算價錢的話 整個布架過程就相當複雜 而且它會不斷地改變 因為設計的過程都會不斷改變 好了,胡主要問 簡單可以加收錢 那麼複雜你又加我? 其實每一個廚櫃都會有合理的範圍 我裝個洗衣機下來,這個是一般合理方圍之內 那些地方是不應該加收錢的 但如果有些額外的配置 譬如我要一些拉攬或L位置 我要一些可以機關去做的 那些就是屬於一些額外的範圍 那些就是屬於一些額外的範圍 那對於這些 究竟條線怎樣畫 怎樣為之是一個額外的項目呢? 這些可以在裝修前 參觀單位的時候 跟裝修公司去澄清 亦都可以在 透過去看回之前 他們起課的一些圖 去談回一般他們的 符合修快條線條路畫 那就可以減少這些爭拗了 今天講到這裡,下次再見